你好,我是昆仑流石 今天咱们继续讲这个清平大小合作之乱 随着这个时间的推移啊 在新疆前线,也就是啊 叶尔枪前线 这个战争啊,逐渐走向了僵持状态 很长的一段时间 也就是呢,从那个乾隆二十三年的十一月底 到腊月中旬 各方面啊,都没什么具体的军事动向 黑水营里卑微的照会 自保尚且不易 而且啊,军粮不足 马匹是严重匮乏 所以说啊,也组织不了什么象样的 大规模的突围和冲击 这营外的围困清军的大小合作 哎,这会儿啊,也是打不进黑水营 所以说呢,也没有什么好办法 只有啊,把这黑水营团团围住 等待这个城里边的清军 慢慢的补给消耗殆尽 这样呢,也算打了胜仗 这黑水营没白围 咱们再说说呀 这清军后方的大本营 哪儿啊,就是阿克苏 这会儿啊,乾隆皇帝把傅德调到了阿克苏 并且啊,这傅德被封为了副帅 镇守阿克苏的参赞大臣舒克德阿里滚呢 这会儿啊,也算有了主心骨 那么说能去救援黑水城了吗 还是不能,也得等 因为啊,援兵未到 并且呢,战马还是严重不足 咱们书中代言啊,这会儿清军战马不好调集征集啊 实际上是有原因的 您别忘了,清平准改尔这场大战呢 刚刚结束 在这几年以前呢,能征的战马 征的买的就差不多了 所以说呢,这会儿再想大规模的征集军马呀 是个相当难的事 那么针对这些呢,没有办法了 只能是慢慢的等 虽然这援军呢,也是正在积极的往阿克苏集结 并且呢,这后方 例如啊,这陕根总督黄庭贵 撒出人家 或者是亲自上阵 去购买征集战马 可是比起平时啊 也要耗费更多的时间 哎,这结果就只有一个 就是让赵慧呀,在黑水营里再过一段苦日子吧 咱们书中代言 哎,这大清朝在清初的时候是真有好官 您就说这个陕根总督黄庭贵吧 为了给朝廷备战做好后援呢 就一口老血喷出 累死在了阵上 当然了,最后朝廷啊 也给他了一个拳帘 身后授封五英殿大学士太子太保 那么今天咱们要讲的这个战役 是什么战役呢 哎,这个战役的名字呀 叫做护尔门之战 在这个清史当中称呼为护尔门大节 哎,这一下子呀 您就能听出来 清军最终能把南疆大片土地 划归大清版图 这场战役一定是起到了很关键的作用 咱们呀,头讲这个战役的来龙去脉 以及过程之前 我得先啊,把这个地理给您交代清楚了 那么说着护尔门大节 它具体发生在哪呢 有人说废话 那一定啊,就发生在护尔门 那得嘞,您呢,上帝都上查去吧 这个地方啊 哎,我管保您呢,还查不着 那么说学界 对这件事情上呢,有研究吗 哎,还真有 只不过是说法不一 大家一直认为 这个战场啊 在巴尔楚克以南 哎,也就是现在的巴楚县以南 有人说呀,是这个阿格萨克马尔洛乡 有人说不是,比这地儿啊,还得奔南 应该是啊,现在的瑟利布亚镇 还有一部分学者坚信呢,还更得望南 是现在的库尔玛乡 并且呀,这部分学者言之早早还举例说明 说这库尔玛乎尔门 这音听起来就差不多 就肯定是啊,不同时期 这维族语言,异成汉语的 不同教法 其实要我说这些学者呀 说的呀,也对,也不对 那么说这战场具体在哪呢 您听完今天的故事啊 您自己心里就应该能有个答案 得嘞,咱们闲言勾开 马上啊,就进入热闹回幕 话说这时间呢,呲愣擦愣过得真快 一下子呀,就进入了深冬 到了什么时候了 到了这个乾隆二十三年的腊月初四 这会儿啊,在阿克苏城里的 舒克德·艾隆俄、嘎代莫特等将领啊 觉得集结的人马差不多了 虽然不足性吧 但是啊,可以作为前队前去增援黑水营 那一共来了多少人呢 兵兵啊,是三千五百多人 这其中可就包括这清军最能打的两千剑瑞营 要说起来啊,这战马的数量还是惨点 这三千五百多名兵兵只有一千七百来匹马 那么为什么既知道啊,这战马数量不足 这舒克德等人还敢率军出征去解黑水营之为呢 因为啊,他们心里多少还有点底 这会儿阿里滚等人已经从这个陕甘总督黄庭贵处啊 获得了三千匹战马 也马上就要快到了 到了阿克苏城 看到大军已然出征啊 一定会从后边赶上来的 再有啊,就是他们那个主心骨 副帅副德 为了赶快的赶到前线 甩下了大部队 带着三百清洗也是马上就到 随他而来的将官呢 倒是有那么几位 不过在这儿啊,咱们最值得一提的就是 一位领队大臣叫做斗斌 宁夏雇元人,是位汉将 这位斗的人呢 在这个雍正年争准战尔的战役当中啊 立过大功 所以仕途啊,就平不清云 乾隆初年的时候 曾经做过这个广东提督 广西提督 作为这个绿营兵的将领啊 他专门研究过这个清军的单兵火器 也就是火枪啊 对这个清军火枪的改进呢 提出过很多建议 哎,哥咱们现在人的话讲啊 这个人呢 他不光是位将军 在这个军器军械上啊 也是一位专家 那为什么单门的要提提这位斗斌将军呢 那惹定是啊 这后文书有故事 您别着急 咱们慢慢聊 那么这几股大军呢 不分先后 都往这个叶尔枪方向赶 去解这赵慧的黑水营之围 到了这个十二月十八 舒克德的大军呢 就到了巴尔楚克 也就是现在的巴楚县 这大军到达巴尔楚克之后啊 安英眨寨 这舒克德的意思是说呀 先修整一下 等等后边的援军 再者说了 这个富德呀 必定是富帅 这皇上呢 既然呢 选了富德做富帅 让他赶到前线 您不等着富帅来呀 就开兵建了仗 这可就显得您这做副将的 有点多余了 打胜了仗啊 没人表扬 打败了仗啊 这瓜落全是你一个人背 到了这个十二月二十五日 这富德呀 终于追上了舒克德的队伍 那么自然这不到四千人的队伍的指挥权啊 就到了富德手上 还有啊 更好的消息呢 也就是在这一天的阿里滚 押送的驼马也到了阿克苏 您可听清楚啊 是到了阿克苏 可并还没到军中 可是啊 已然不远了 那么说这阿里滚一共带来了多少驼马呢 咱们在这儿啊 就得说那个还能用得上的 那病倒了的 受了伤的 不能用的 咱就不提了 能够上战场作战的马呀 一共是一千八百多匹 骆驼呢 是七百二十多封 这阿里滚呢 把不能用的驼马 暂时留在阿克苏城牧养 自己带着六百多名兵丁 压着这些驼马 随后追赶大军 这里头啊 还有一个小插曲 就在这个大军呢 刚到巴尔楚克的时候 这舒克德呀 指挥人正在安英眨寨 这会儿的营外呀 就来了四个清军 这大伙一看呢 这四名清军呢 好馅儿了 这四个人里边啊 有一名蒙古兵 还有一名索伦兵 剩下的两个人呢 是八骑兵 浑身破破烂烂呢 满身是伤 这一问才知道啊 他们呢 原来是随同这个纳布扎尔和三太 去救援前线的 两百五十名骑兵中的一员 拼了命啊 才从这乱军当中跑了出来 一开始跑出来的呀 有六个人 可是沿路之上啊 总能碰见这敌军的小谷部队 一冲一杀的 这六个人呢 最后只剩四个了 那么现在这 傅德军门既然来了 舒克德大人呢 就把这些事情 一五一十 原原本本的广告给了傅德 这傅德一卒嘛 哎 这是不是 这大小合卓 已然知道咱们援军来到啊 于是啊 就开了作战会议 大伙啊 又讨论一下这件事情 这嘎代莫特说呀 哎 这各位大人呢 不用太多疑虑 我是这么估计的 这些小谷敌人呢 应该是敌人 在沿途设立的台战 或者呢 是他们出德城来呀 来挖他们呀 藏下的粮食的 咱们加紧着往前行军呢 一时半会儿的 这些人呢 可能回不去 他们不一定啊 就知道咱们大军来源了 听完了 嘎代莫特这些分析呀 大伙才算放了一点心 于是这大军加紧行程 往叶尔枪方向发兵 那现在呀 咱们就得说一下 现在清军的形势 三千五百名士族 再加上这傅德带来的三百人 那一共就是三千八百人 至于战马呢 这傅德带来的三百人呢 是清骑 也就是骑兵 他自然有自己的战马 那三千五百人呢 这士兵战斗力虽然很强 但是三千五百人 还是只有一千多匹战马 您得记住了 这会儿阿里滚送来的 一千八百匹马 可还没到前线军中 12月26日一早 这大军拔影起寨 往叶尔枪方向行军 到了十二月二十九日 这傅德所率的清军 就勤获了几名缠回士兵 这一审问呢 可把这个傅德 舒霍德等一干将官 吓得是一身冷汗 那什么事呢 这些个俘虏招对出 说这会儿的大小合拙呀 已然知道了 有援军来救黑水营 这些天呢 没干别的 指挥着缠回大军 是疯狂的进攻黑水营 他们的意思很明显 就是啊 趁援军未到啊 要拿下黑水营 那具体到底攻没攻下 这黑水大营 这些人可就不知道了 那您想啊 这傅德 他能不着急吗 要说这傅德呀 跟赵慧的感情 那可不是一般 这两个人呢 既是同僚 又是上下级 并且在北疆争准的时候啊 一起工作了很多年 感情还是非常深的 于是这傅德 和联盟传下军令 让这个大军呢 卸下骆驼身上的资重 没有马的士兵啊 都爬上骆驼 咱们呀 要来个急行军 是直奔黑水营 要说呀 这心事好的 可是呢 他路是远的呀 这转眼呢 可就过年了 这大军呢 就在急行军当中 就跨了年了 话说呀 这天正是乾隆 二十年的正月初六 正在陈寺交谷 也就是上午九点钟左右 这大军呢 可就到了护尔门了 对了 这就到了战场了 这傅德呀 坐在马上 看了看地形 他觉得呀 这块地儿不好 这地形对我方不利 为什么呢 因为大路低呀 两边高 这玩意儿 很容易中了敌军的伏兵之计呀 于是就传下令去 让这个大军快走 加快行军速度 赶紧过了这块险要之地 可是他发现呢 越往前走 这地势就越险要 就越对轻军不利 为什么呢 一开始啊 这地势高啊 还是一些丘陵 到了后来呀 这大路两旁 地势更高了 可就是啊 一个挨着一个的高岗了 这路啊 也不是很宽 三千多人 不到四千人呢 也只能是 拉开一字长舌的 往前行军 这要是让人家拦成几段逐个击破呀 那这清军呢 哎 可就悬了 再往前走啊 两座大高岗 就把这个大路夹在了中间 这富德抬头一看呢 完了 重埋伏了 他怎么知道呢 因为他抬头一看 这高岗的半山药上啊 都修有壕沟 这壕沟里边一定是伏兵 他绝对不是啊 欢迎的队伍 为了给你一个惊喜 他刚想到这儿啊 还没等到传令呢 两边的枪可就响咯 这山上的枪子啊 箭矢啊 劈里啪啦 可就向清军射来 幸好这富德心里早有了准备 急忙传些将令 令清军大队人马排开 分别向道路两边啊 高岗支上的敌军还击 安排山鱼射箭的索伦兵 以及查哈尔兵 从两翼包抽还击 这一打起来啊 双方打了个难解难分 要说这合作兵啊 应该很容易取胜 因为地势占优嘛 可是啊 军事素养不行 所以说啊 才和这清军呢 勉强打了个平手 从这个四十啊 一直打到了位置 也就是快到下午五点了 这双方啊 都做了十几次的冲击 可是啊 谁也没充功 谁也没占着便宜 能看得出来 这合作兵啊 气势已经不行了 趁此机会啊 这舒克德 艾隆俄二人 带着两翼的查哈尔兵 以及索伦兵 就攻下了侯宫 再加上这大帅富德啊 带领着大队人马 正面一通强攻 这一下子 可就把这些合作兵啊 打跑了 那追吧 这一口气啊 可就追出去十多里路 不追了 那为什么呀 关键事啊 还是战马太少 再加上钢材啊 因为地势不利 这清军身处低洼之处 瘦了一天呢 这合作兵的枪林弹雨 这人呢 能躲 这马躲不了啊 再有啊 上边一旦火力急了 这人还会隐藏在马的后边 整个啊 就拿马当了盾牌了 最后一点数啊 能够继续激战的战马 也无非还有一百余皮 所以说呢 再往远了吧 没法追了 反正这第一仗 算是打赢了 点了点数呢 这清军虽然是有减员 有伤员 但是损失不大 这战场上一数啊 差不多消灭了合卓兵啊 一百多人 那么要我说谁赢了 还是合卓兵赢了呀 人员伤亡咱们暂且不论 这一战下来呀 这大清的军队 光是战马就损失了一千多匹 那么都死了吗 也不一定 这战马嘛 只要受伤啊 他跑不动了 那也就算是损失了 于是这傅德赶紧下令 寻找有水源的地方 赶紧安营闸寨就地休息 那么咱们在这儿 为什么要先把这个水源问题 放在前边呢 因为这会儿大军呢 已经进入到了隔壁腹地 所以这水呀 真的很重要 哎 您就说这黑水营吧 这赵慧呀 那是有水缺粮 要是既无水也无粮啊 那还坚持两个月 我看十天这黑水营啊 就会被大小合卓拿下 咱们呀 先放下赵慧不说 继续说这傅德的援军 这第二天呢 这大军拔营起寨 哎 刚往前行走 不过几里呀 前边可又撞上了 大小合卓的军队 这回呀 这大小合卓照方抓药 还是占据高岗 以这个地力的优势啊 攻击清军 这会儿的傅德呀 可也看出来了 昨天傍晚呢 这大小合卓的部队 可不一定啊 是真的溃败了 他就是啊 要利用沙漠缺水 以及地形的优势 慢慢的一口一口的 吃掉这支援军 这会儿的傅德 虽然看破了 大小合卓的计策 可是呢 说实话 他也没有什么好办法 为了保存这些清军的体力 他干脆就下令 再看到这些合卓兵冲杀过来呀 咱们不打了 把炮兵啊 压在前线 是就地放炮 先让这些个缠回兵啊 尝尝咱们披山炮的力量 这力量怎么样啊 哎 这力量是不小 可是啊 这缠回兵一点也不傻 你若放炮呢 人家就撤 你要是往前行军呢 立刻大军就迎面杀过来 就这样一边走一边打呀 这两天可又过去了 这清军终于看到了隔壁沙漠的可怕 说实话呀 从第二天开始啊 这水就断了 好在呀 这是冬天 地上啊 还有冰块 史书所在 清军只能吞咽零星冰块 是人马俱疲 可是即便啊 这情况如此糟糕 富德也知道啊 这仗不打可不行 只能前进不能后退 寄希望于啊 这阿里滚赶紧把战马呀 送到前线 这样一来 这清军呢 也算还有胜算 要说这几天的仗啊 也不算白打 这富德呀 可算是亲眼得见 这最有战斗力的 还得是剑锐营 于是这富德下令 让剑锐营啊 顿后 其他这不到两千人啊 加快行军速度 往叶尔枪河方向行军 那这是什么意思呢 哎 先解了渴再说吧 乾隆二十四年的 正月初九 这富德率领大军 终于算是 打到了叶尔枪河的河畔 别的先不说呀 这渴总算是解了 这会儿啊 这大小河卓的河卓兵 也围了上来了 他们呀 倒是不着急 就把这清军围在了河滩上 这一坨也很明显 这会儿跟你正面厮杀呀 这支清军背靠大河呀 那肯定是困兽之斗 这人要是急了眼了呀 你要是贸然的往前出兵啊 那损失一定是很严重 困兽吗 你让他逮上一口就清不了 所以说这河卓兵不着急 单等着清军下水的时候啊 再碾杀上来呀 是连杀带烟 就没准啊 把这支部队全歼 可这清军呢 他也不都是傻子呀 富德下令啊 先不忙过河 安营眨寨 返回头来呀 做好战斗准备 这情况啊 实在是太紧急了 于是这富德呀 也不能自己拿主意 就把这些将官叫到了一起 要开个前敌作战会议 这富德说呀 这形势各位军们看出来了吗 这大小合着呀 就是想把我军消灭在这河滩上 咱们要是一渡河呀 他趁我军渡河之机 一定会碾压上来 咱们要是不渡河 就从这安营啊 也支持不了几天 咱们这儿不是黑水营 首先地势低 这敌军从这河岸上往下攻击呀 占地力之优势 咱们可没有退路 这背后可就是叶尔枪河 这么好下去去呀 等待着咱们的就只有两条路 一条就是被人砍死 第二条啊 就是为了叶尔枪河里的王八 那这帮将官说呢 大帅您说怎么办吗 至到如今呢 我们必然是视大帅马首是瞻 您只要下令我们就照办 既然当兵嘛 为国尽忠死我们是不怕了 可是啊 不能眼睁睁的等死 富德一听啊 他笑了 既然这样呢 我倒是有一个主意 刚才啊 我让中军出去呀 点了点数 咱们军中啊 能打的战马 各位将军的坐骑不算呢 我看啊 也就有五十多匹 咱们按照马的数量 精心挑选五十多名精兵 不光啊 得精于骑射 还得能砍善杀 再配上二百名剑步兵丁 也就是好步兵 背上单刀啊 带上足够的弓箭 今天晚上啊 我要亲自带队 咱们呀 结营去 我想这敌人肯定是想象不到 咱们这疲累之师 还能选出这么一只精锐去结营 这就叫做反科为主 咱们这一下子把这个大小合作的部队打疼了 他必然会退军 就不敢这么轻易的像苍一样 随着咱们的大军紧盯了 这么一来呢 咱们就有喘机之机 是尽快渡河 好跟这个赵汇军们会合 不过各位 这一招啊 那可是九死一生 大伙听完傅德的计策之后啊 首先是佩服这个傅德的胆识 随后啊 也是觉得这确实是最后的办法了 然后这傅德又安排啊 说你们带领着人马呀 不能休息 不能怠度 我们在前方啊 一旦有优势了 你们赶紧碾压而上 若是我们这支小队也身陷重围 那也是誓死啊 跟敌人死磕 那你们呢 就赶紧渡河 也算是这支小队给大军做了掩护 你们也不用劝我 我也不用你们替 我意已决 你们各自回营准备去吧 这傅德一去 必是九死一生 这劫营到底成没成功 咱们明天 接着聊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